经要门 南北朝时期的三藏法司 纠摩罗时 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经翻译家 他在临终前发誓说 我翻译佛学经论三百余卷 皆遵循原意 字字诚实 如果所疑经典真实无谬 愿我奉化之后 舌不交烂 果然在他火化时 舌头没有奋毁 设如红莲花 成千上万的人都亲眼目睹了 请看纠摩罗时法师的真诚誓言 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 无论天宫龙宫都珍藏着大量佛经 以庙香鲜花和万成宝塔供奉 然而世间凡夫大多无缘拜读佛经 当面错过 令人叹息 我现在敬手结案 这些愚痴的众生 愚痴颠倒 对淫欲贪恋痴迷 他们对自己的母亲 姊妹尚妾侵辱 何况是别的妇女 看到这些情世 菩萨心中默想 这真是个苦难的世界 这些愚痴的众生 曾在母胎中逐渐发育 再有铲门降生 怎么竟然如此无耻 做出淫烂的恶事 他们的下场真是可悲 必将堕落地狱 除生 阎罗 恶鬼众 承受无边痛苦 没有片刻停息 就像盲人被群拱追逼 即将堕入无边深渊 这些罪恶众生 所面临的处境 正是如此 就像诸圈中到处奋会 诸在里面躺卧尽时 从不觉得厌恶 这些罪恶众生的状况 正是如此 我应当为他们 宣说微妙的佛法 使他们永远断除 爱欲的烦恼 《月商女经》说 你们过去世中 或许成做过我的父亲 我也许成做过你们的母亲 在无尽的轮回中 彼此互助父母兄弟 怎么可以生起爱欲之心呢 我在过去世中 或许成杀害过你们 你们也成杀害过我 在无尽的轮回中 彼此相互仇杀 怎么可以生起爱欲之心 大智度论说 菩萨观察世间各种危害当中 女人所造成的危害 最为深重 相比之下 刀、火、雷、电、霹雳、怨家、毒蛇等危害 还可以短暂 而女人本性 吝啬、嫉妒、忠恨、陷恨、陷余 妖媚 污秽 争斗 贪德 怨恨 不可片刻亲近 《正义阿含经》说 不与女人来往 也不在一起谈话 谁能远离女人 谁就可以远离巴难 《长阿含经》中 阿难问佛 在您灭渡之后 若有女人前来请教 应该怎么办 佛说 不要与她们相见 阿难又问 不得已相见时 应该怎么办 佛说 不要和她们说话 阿难又问 不得已给她们说法 应该怎么办 佛说 应随时观察 约束自己的内心 秘延经说 男女互相贪爱 精血交合 怀孕生子 如同成子出生在 臭泥之中 人出生于母胎 也是如此 邪淫罪报分 第二 法院株林说 佛城说过 邪淫有十种罪报 第一 常担心会被 女人的丈夫说杀 第二 夫妇关系不和睦 第三 坏事增加 好事减少 第四 自身找王 致使妻子儿女 孤寡无依 第五 家中财产不断耗尽 第六 只要发生不好的事 总是被人怀疑 第七 受到亲友的诽谤 第八 随处有人接怨成仇 第九 死后堕入地狱 第十 命中转世 后生为男子 则妻子不贞洁 生为女人 则遇多个女人 共义夫 八思经说 与他人的妻女邪淫 会遭到妻丈夫的严惩 并殃记自己的家人 也会被官服逮捕 遭受严刑拷打 死后还要在地狱 除生中已次受罪 好不容易债得人身 家里也会发生 妇女淫乱的丑事 我因为见到这样的报应 不改再有任何邪淫行闻 沙哲尼千子经说 自己有七十 却不知满足 喜欢淫烂他人妻女 这样的人 以上识 惭愧心 必将受尽苦难 没有任何快乐 幽婆塞界经说 如果在不适当的时间 不适当的地点 以及与同性恋者 立志独身不嫁的处女 发生性关系 就叫做邪淫 如果把自己的七十 想成别的女人 或者想象与他人的 妻女发生关系 也叫做邪淫 邪淫的罪业 有轻有重 欲心若重 罪业就重 欲心若轻 罪业就轻 涅槃经说 菩萨虽没与女人亲密接触 但看到男女相伴 心生贪爱 也是悔破境界 照相功德经说 佛对弥罗菩萨说 有四种原因 使男子成为 没有性能力的 阉人 第一 残害他人和动物的躯体 第二 对次界的出家人 憎恨 嘲笑 毁怕 第三 贪欲深重 蓄意犯戒 第四 亲近犯戒之人 并劝说他人犯戒 若有男子曾经犯下这样的罪业 其后能信仰佛法 建造佛像 就可以不再受这些报应 又有四种罪业 使男子成为 兼具男女二根的阴阳人 第一 与自己的尊长做淫秽的事情 第二 发生同性恋 第三 守淫 第四 从事摄情业 若有人犯下这些罪业 其后能痛加忏悔 建造佛像 就可以不再受阴阳人的报应 戒淫功德分 第三 七佛灭罪经说 受赐不邪淫的戒律 就会得到五位善神的护卫 第一位名叫真洁善神 第二位名叫无欲善神 第三位名叫洁净善神 第四位名叫无染善神 第五位名叫当敌善神 佛班尼环经中 佛对奈女说 不邪淫的人有五种福德 第一 受到众人称谕 第二 不惧怕陷官 第三 自身安乐 第四 死后生天 第五 清净无染 得涅槃道 戒德相经说 不淫义的人 绝不会侵犯他人之妻 这样的善人 生生世世都在莲花中化生 楞严经说 若是世界上的六道众生 心中没有一念 就不会再有生死轮回 你专制于修习三味 就是为了解脱生世 若不断除淫心 就不可能脱离轮回 即使入于禅定 智慧过人 若不断除淫念 还是会堕入魔道 只有使自己的身心中 一切的淫欲动机 都彻底断除 以至于连断除的 制着也没有了 才有可能 证得佛的无上智慧 提为经说 每年三个因次长斋的月份 正月 五月 九月 每月的六个斋日 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 以即日光、月光、星光之下 每年的八王日 历春、春分、历夏、夏至、历秋、秋分、历冬、冬至 都要禁止淫欲 禅耀和玉经说 修行之人为正得道国 而次界修定 首先必须断除对人体的六种胎 既对头发、牙齿、肌肤等摄着的他爱 对容貌的他爱 对仪表风度的他爱 对月耳的话语 音声的他爱 对细滑触觉的他爱 对人体姿态的他爱 如果执迷于这些他爱 应观察人体内部器官和消化排泄物 以继死后种种可恶不尽之下 从而加以断除 景物债俗分第四 菩萨和摄欲法说 女摄是世间的枷锁 凡夫由于贪恋而难以自拔 女摄是世间深重的患难 凡夫为妻所困而致死不能脱离 女摄是世间的灾祸 凡夫欲知相遇 必将备受困苦 修行者既以舍弃对女摄的贪恋 若在重生蒙发 就像厨艺后仍想入狱 神智正常后又想再次发狂 又说 女人的特征是 说得像蜜一样甜 心中却怀着歹毒 如同镜子般平静清澈的深潭中 长着交楼 如同金山宝库中藏着狮子 家庭食和往往由夫人引起 中竹衰败往往是夫人食德所致 如同一个阴险的恶贼 蓄意毁坏他人明辨是非的能力 就像高张的罗瓦群鸟落入就再也不能起飞 又像水中的蜜瓦重于游入必将上身食命 有智慧的人知其害而远避 不会被此物所迷惑 大宝基经说 当之对女人的贪恋是众多苦难的根源 是障碍上法的根源 是互相杀害的根源 是烦恼束缚的根源 是结怨未敌的根源 是生来实名的根源 当之对女人的贪恋 能毁灭圣者的智慧 当之对女人的贪恋 如同把炽热的铁花撒在地上 再用脚去踩踏 又说 为什么称作夫人 所说的夫 其意味加重负担 她使众生被俘重担 四处奔走 又说 我看到一切大千世界之中 能给众生带来深重的损害 没有什么能超过对妻妾女色的贪欲 众生被女色所迷惑 因此在修行善法时产生诸多障碍 四十二章经说 人被妻子 儿女 住宅所欺食 埋没 超过了被关进监狱 进监狱还有释放的一天 人们对于妻子儿女的贪爱 却永远不能解脱 道行翻热经说 在家修行者见到女人 心中不生喜爱 而是要常怀畏惧 如同有人行走在 荒凉无边的胡哲中 心中畏惧盗贼一样 太狱观 此观修成后 便可清楚了解 胎儿的种种悲苦境遇 这是用人生最初降生状况 来灭除淫念的方便法文 父母生我之前 我的身体又在哪里 至因当初投胎时 看到父母交合 心中生起贪爱 此心一起 就与父母的精血合合 而入胎 在胎中的十个月里 疑似受苦以偿还束赞 母亲吃热的食物 胎儿感觉像受到热水灼烫 母亲喝冷水时 又像饿在寒冰之上 母亲吃饱后 胎儿的头像压着铁带 母亲饿时肚里空空 胎儿又觉得像在空洞中 无依无靠 当临产的那一刻 母亲危在旦夕 父亲担惊受怕 家里亲人围着铲床 磕头叩拜 求上天保佑 胎儿出生时身体像夹在两座山之中难以通过 接生婆握着胎儿的头往外拉 就像拉着一根带子 胎儿细嫩的皮肤接触到她的手 如同刀剑刺身 胎儿出生后便放声大哭 就是因为过于痛苦 人们听到哭声都开心的鼓掌称快 他们忘了当年也承受同样的痛苦 夜静的时候仔细想想 人们世事忍受如此痛苦却不思解脱 真是咄咄怪事 凡夫贪头爱欲 所以世事陷于无穷的困苦 经历无量的时节 却无人能够替代 要制服烦恼魔君 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寝住主帅 其主帅便是隐谋 是要断除爱欲 欺于烦恼自然降服 以下根据经文 将驻胎时的近况大致描述 希望世人散自珍重 找求解脱 不要在周而复时的 在生死大苦海中漂流 修行经说 胎儿出城的七天里 没有明显的变化 第二周如半凝固状的乳酪 第三周 形状像生脑 第四周 形状像熟脑 第五周 形状像生酥 第六周 形状像一块稀肉 第七周 形状像一段肉块 第八周 硬度变得像土坯一样 第九周 开始形成五抛 即两肘 两臂 静部 第十周 继续形成五抛 即两手腕 两脚腕 头部 第十一周 又形成二十六抛 即十个手指 十个脚趾 即两眼 两耳 鼻 口 第十二周 抛向已形成完毕 第十三周 除现腹部 第十四周 生除五抄 第十五周 生除大肠 第十六周 生除小肠 第十七周 生除胃部 第十八周 生除二杖 第十九周 生除手掌 竹夫 碧姐 第二十周 生除阴部 六旗 面霞 乳头 第二十一周 三百个骨结 开始形成 像刚长出的 护子一样 柔远 第二十二周 骨结 渐渐变硬 像还没有熟的 护子 第二十三周 骨结变硬 像胡桃一样 第二十四周 生除一百处金 第二十五周 开始生除七千条经脉 尚未长好 第二十六周 经脉长成 像鸥丝一样 第二十七周 已经有三百六十三处金 第二十八周 开始长出肌肉 皮肤 第二十九周 肌肉变得更厚 第三十周 皮肤变得明显 第三十一周 皮肤厚得结实 第三十二周 皮肤已经长好 第三十三周 耳 鼻 肩 指 细节长成 第三十四周 长出九十九万个毛发孔 尚未成形 第三十五周 毛口已长成 第三十六周 指甲长成 第三十七周 母肤中有风起 与胎儿的奇窍相通 第三十八周 根据胎儿前世的善恶 形成香臭两种风 由此确定 胎儿容貌 五节的 规见之别 此时还差四天满九个月 四天后 风吹着胎儿的身体 使其向下倒旋 头对着铲门 有腐的胎儿 感觉像是进入狱磁 或是来到满是香花的处所 如腐的胎儿 感觉像是从高岩上坠落 或是被悬挂在 布满刀剑的树上 忧愁不乐 婴儿除胎的时候 身体像受到两座山的挤压 异常痛苦 因此神识 迷奔 记不清前世的事情 孩子渐渐长大 吃到各种粮食 体内便产生八十种微生虫 此官修成后 可以看到人体内聚集了各种微生虫 这是开始用不进观来 灭除一念的方便法文 人的血肉之躯真是污秽 无数的微生虫 无数的微生虫聚集其中 他们潜尝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形状集其中的微生虫 凡夫的右眼无法察觉 只有天眼才能看到 让我们静心反观其自身 你会发现执迷男女身像是多么可笑 正法念处经说 人的头部有两种层 在其中活动 常以脑汁为食 有放育虫 住在头顶 令人生病 有发虫 住在头骨以外 常以头发的根部为食 还有耳虫 一耳中肉喂食 有鼻虫 以鼻中肉喂食 有脂虫 住在脂肪中 生气时让人头痛 有食咸虫 住在舌根 生气时让人口干舌照 有罪味虫 住在舌端 遇到美食就昏醉 遇到不好的食物 就变得衰弱 有六味虫 这些微虫 喜欢什么滋味 人也就会喜欢 有牙根虫 住在此间 生气时让人牙透 还有四种微虫 住在咽喉中 人吃东西时 能让筋唾 闸乱 咽入喉咙后 与脑部的沾液混合 有时会发生呕吐 有苏气虫 生气时让咽喉必善 有二种虫虫 生在关节间 让人脉痛 有种虫 住在身内 这种虫饮血后 会使人自然发肿 有嗜碎虫 住在全身各部 疲劳的时候 就聚聚到心炸 人就会睡眠 还有十种虫 住在肝脏 肺部 使人得病 还有二十种虫 住在骨髓中 以人的精液喂食 使人欲火直胜 还有二十种虫 住在阴部 让人消瘦多尘 下体肠臭 还有十种虫 住在屎尿之中 又臭又难看 有时让人浮泻 有时让人便秘 不尽观 此观修成后 顿时觉得男女精血污秽 这是破除淫欲冲动的方便法门 世间一切苦恼 都有二欲而起 世间凡夫无法断除爱欲之心 见到美社便神魂颠倒 爱水从谷内移除 欲火在眼中燃烧 于是摄赞包天 重情枉为 照下深重的罪业 他们平时或许还能顾忌礼义 爱惜自己的名誉 到了此刻便把廉恥之心 抛到脑后 对鬼神的报应尚且不存违惧 一般的道德礼教 又整能约束 众观满满着实 监欲 诉讼日渐争多 古代儒家圣贤 尊尊教会 其所确立的道德行为准则 对于这些爱欲深重的众生 往往只是意志空文 无法发挥作用 幸而有如来的经教注释 为众生打开了通往清凉 安宁的甘露之门 所以大慈大悲 教导人们羞赐不尽观 使满枪浴火化味寒冰 众使是天上的仙女 也像面对满身窗内的膝盖一样 何况是凡间的妇人 一尘薄皮内满是血肉使尿 不用多谈因果报应 也不必设置言行 只要如实了解人体内 种种污秽不净的状况 就再也不用受淫魔的禽擾 不静观修炼纯属后 能从根本上拔除心中爱欲 在楞严经中 有一位摩登家女 见到阿南相貌端言 心生爱欲 无法治治 多年以前我也成如此 虽然多方克制 欲心还是不由自主的蒙动 直到休息不尽观后 欲念才顿时减轻 今天我终于开始醒悟 至诚归于大慈大悲的佛陀 立誓于未来世 扫尽魔君 在无量的世界中 化身为无数 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有人张冰安 先生曾遵遵教会我 他说 休息不尽观就像学包丁解牛 包丁记忆纯属后 眼中不再把牛身看作一个整体 而只是各部分肢体器官的组合 因此一把刀用了十九年 才像刚磨过一样 如今我这把降魔剑也已百量成金 能斩尽一切妖媚容貌的诱惑 因为在我的眼中 人体不过是各部分肢体 器官的组合而已 即使是美女西式 与我处夕而坐 在我眼中也不过是一具 油刃带连接的骨架 内外由头发 汗毛 指甲 牙齿 内障 以及血肉 痰 肋 肢 尿等三十六整器官 分泌物 排泄物 辱合而成 所有这些器官物质 不仅形状难看 而且气味腥臭 古代卢国有一位君子 名叫柳夏慧 其坐怀不乱的美德 为世人舍 战送 然而 与女子有密切的身体接触 难免有所然拙 金人远没有柳夏慧的超手 且不可网自效仿 我写的这些文字语句出浅 没什么韵味 只求把意思表达清楚 连牧童也能听懂 听后听 转向劝话 彻底断尽滔滔爱河 愿佛法广泛传播 教化众生 让这个爱欲横流的 着恶世界 变成清凉自在的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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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